其實收奶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應該怎樣部署這件事呢 收奶對於很多媽媽來說 都好像很陌生 因為沒什麼人說這件事 開始了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原來收奶也有個巧妙 一個叫做block feeding的方法 例如你準備過兩個星期要上班 我想停了母乳餵部的時間 你可以開始試 例如你12點要餵的 先餵左邊 下一餐3點也是餵左邊 到6點餐餵右邊 9點餐也是餵右邊 即是你每兩次都是用同一邊乳房去餵 變成另一邊乳房很穩 那邊乳房就會告訴你身體 原來嬰兒現在開始大了 就不需要吃那麼多了 就可能開始斷奶了 你的身體就會慢慢慢慢 將奶量減下來 但如果有些人想急進一點 也可以吃些西藥 我也知道有些媽媽都會用中醫的方法 就是淡豆豉煲萌芽 吃完一劑之後 可能奶量都會減下來 但當然了 越自然的方法就越好 所以我也是建議大家 先用Block Feeding的方法 你不攪拌它 Block Feeding 可能頭五天你Block Feeding 然後你把泵奶的頻密率隔開 其實到第二個星期尾的時候 你其實已經沒什麼奶了 但也不代表你擠不出來 就算是斷奶 你擠壓你的預防的話 其實都會有奶出來 所以就不要太介意 你殘留在裡面的奶 它會自己身體自然吸收